打开大陆某团某平软件 输入女仆 你会有这样一种商家 可提供聊天玩耍恋爱体验服务 详情页基本都是性感美女的图片 名字也很暧昧 甜蜜的互动体验 心灵解压观影 沉浸式私营体验 S级输压专属诸如此类 这不禁让人怀疑 在这些女仆店中 提供陪玩服务 真的那么简单吗 不会有什么可疑的 什么是女仆店呢 女仆店它最早起源于邻国日本 一开始和不同的商店 没有太大的区别 主要提供食品 饮料 零食等产品 唯一的区别在于 女仆店的服务人员通常是女性 她们会参考动画片中的女仆角色 来装扮自己 也就是比较有特色的餐厅 一步步发展 一些特色服务 开始出现在女仆店 包括聊天 玩棋拍游戏 拍照 喂食等 此后 这种女仆店也开始出现在中国 如今 即使在一些较小的城市 还会有不止一家女仆店 女仆店真的是有色服务吗 虽然不能绝对说 所有的女仆店都不正经 但确实有一些非法商家 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 故意打边球 疯狂地在非法边缘进行测试 首先在店名上 她们会选择一些暗示性的名字 比如恋爱体验 私人助教 初恋红颜等 细节液主要是美女照片 而且服装早已脱离了女仆主题 而是如何性感如何来 怎样诱惑怎样来 这样的搭配 很难不产生内方面的联想 假如你被这些内容所吸引 进一步与老板私聊 对方会发布更多的猛料 例如明里暗中告诉你 只要前到位 可与女仆有肢体接触 而这个接触也分为朦胧接触 即隔着衣服和极端接触 换句话说就是直接接触 有些商店会直接提供不同的服务 分为不同的价格等级 初级只能牵手拥抱 高级的可以亲吻触摸等 这些商店通常处于显眼的位置 明确注明拒绝黄赌毒 本店不提供特殊服务 但实际上私下里会发生什么 这完全取决于客人的付款金额 为什么女仆店变成灰色地带 女仆陪完店有这样的问题 最重要的原因是缺乏规范和监督 女仆店从出现到新兴 前后只有几年的时间 各方面都缺乏明确的规范 比如从事其中的女生 基本上是兼职的性质 没有正式的工作合同 有些甚至是未成年人 有的店家还会提供陪同外出的服务 出门后的事店家不负责 留下了许多灰色地带 再比如定价 没有明确的范围限制 定什么价提供什么服务 完全看店主的心情 为了更多的经济利益 有些人自然会去冒险 女仆店的出发点是情感需求 未成年人是主要受众之一 她们的三观还在成长塑造的过程中 过早接触这些会导致更严重的问题 曾经就有一个17岁的男孩浪费了30万留学资金 其中一个是花在女仆店的消息 快节奏的城市生活 新一代的交流方式 女仆陪玩店的出现催生了 这种形式自然具有私有属性 需要更多的规范来限制 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参与者参与其中 都能够得到应有的保护 除了这种女仆店 游戏也很受欢迎 但也有很多坑 不久前 21岁的玩家胖猫死亡事件继续引起人们的关注 随着警方的调查和通知 网上关于女性用情感控制 榨干胖猫的钱的谣言被揭露 但是游戏带恋和陪玩的收入还是热议的 微博话题 前职业选手谈胖猫带恋两年赚50万登上热搜 阅读量1.8个亿 重庆警方的通知还显示 胖猫在两年多的时间里 向女友转账了79.9万元以上 祝双方有经济交流 胖猫女友在恋爱期间 全额退还了经济交流差额 此外 警方的通知还显示 胖猫的妹妹刘认为 胖猫每月有2万到3万元的游戏收入 游戏带恋 玩 这么赚钱吗 我的平均月收入越为1万元 今年23岁的小徐 已经全职参加了第7年的游戏代理练习和陪同玩家 在她的自我介绍中 她写道 WB青年训练选手和多次排名前十 收入已经超过大部分工作 这是徐燕留在代理练习和玩耍圈的主要原因 2021年下半年 大陆网络信息办公室综合管理局采访了陆玩等平台 部分应用要求被下架整改 直到2012年6月 一些应用程序在整改后重新上架 调查发现 回归人们视野的玩服务有了新的模式 无论是应用软件还是玩工作室 还是有各种不规范的行为 未成年人在APP中提供游戏玩服务 甚至有些应用软件以玩的名义 提供线下付费交友的服务 打开任何游戏应用程序 界面将出现各种游戏服务选项 顾名思义 游戏陪伴就是陪伴用户玩游戏 一是游戏水平高 可以带用户得分 另一种是娱乐性 主要是在玩游戏的过程中活跃气氛 一位游戏玩家说 当我们以前只有三四个人的时候 如果我们缺少人 我们会去找其他人一起玩游戏 找到相对技术更好的游戏 有时只是为了娱乐 不在乎玩的是否好 只是想要一个人陪玩游戏 最多每天支付超过一千元 游戏技术玩得很好 可以聊天 玩游戏必须输赢 如果你一直输 气氛就会很糟糕 它会调整气氛 登陆几个游戏应用程序 简单的玩游戏的价格 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 有些应用程序可以直接支付 而另一些应该首先充电 并转换为游戏硬币 用户可以查看 服务提供商擅长的游戏角色 并选择陪同服务提供商的性别 游戏玩家说 每个应用程序将显示 可能有什么游戏 或者你想找到什么类型 上面有一个选项 只要女性或男性就可以 在玩英雄联盟之前 每小时二十元到八十元 需要收费 转换应用程序中的一些硬币 然而 在注册和登陆过程中 这些应用程序 没有任何审计机制 他们随意填写一个年龄 并成功完成注册 在所谓的蒙面约会环节 他还连接到一名17岁的高中生 他可以提供陪同 在这些应用程序中 不仅有游戏陪伴 还有约会和其他功能 一位以前玩过游戏 现在主要提供唱歌服务的大学生说 该平台将通过应用程序 获得很高的订单 所以许多用户将转移到社交平台 我以前和我一起玩 但现在我收到了一份音乐清单 如果你要求玩 大部分都是在社交平台上 因为直接充值是扣除费用 然后玩家收到费用后 也会扣除费用 平台非常高 与玩家讨论后 通过社交平台转账 这意味着监管更加困难 通过社交平台搜索 发现有很多类似于招聘玩的招聘广告 要求年龄在15岁以上 加入这些团体或派遣团体之后 您可以接受订单 在一个社交平台上 搜索玩等关键词 可以看到很多帖子都写着找老板 可以接单 一位名叫很软很诺的用户 发帖称自己是陪玩的 但图片是两张穿丝袜的腿的照片 还有一张聊天截图 显示老板要求陪玩提供色情服务 然后和陪玩视频聊天4分钟以上 在找老板陪玩帖的评论区总会有一些陪玩群的广告帖 沿着评论区的信息加入一个陪玩群 管理员设置了所有禁言 组长和每个管理员的名字都是下单私聊 私下看菜单 试着联系其中一个 对方发两张照片 第一张照片是服务类型和价格 每10分钟148元 每10分钟228元 也需要支付30元押金 选择不满意可以挂一分钟加30元 超过时间不退款 过程不能记录屏幕或多人观看 发现直接挂不退款 第二张图的内容就更不对劲了 图中说服务类型分为绿色和TS 绿色有娱乐女友技术 还有睡觉醒来包天等服务 旁边的TS是附加项目等服务类型 客服解释后才知道都是彩色项目 几乎所有从应用商场下载的游戏应用程序 都有敏感的单词检测系统 如果单词包含离线 约会等单词 则将发送失败 平台将提示 副本包含敏感单词或直接警告 然而这是不可避免的 他们可以使用拼音的首字母来避免它 在选择游戏订单之后 玩家也可以选择添加游戏朋友 私人聊天或通过语音软件连接小麦 在某个APP上 很多陪玩家主动打招呼 都说可以代替字母 进一步询问才知道深意 玩家可以选择在不玩游戏的情况下 进行彩色文字或语音聊天 甚至直接在视频中坦诚相见 随着调查的深入 我们了解到很多陪玩家都加入了工会 工会还有专人负责 对接涉及黄色要求的名单 如果客户有相关需求 他们会直接将名单转移到这样的名单上 根据语音或视频的价格 大部分是十分钟几十元到一百元 有颜色的订单在这个行业并不是一个秘密 一位在某个平台上玩了很长时间的张女士说 平台上很多有颜色的订单 都可以通过暗号找到 有些人甚至不需要故意去找 在广场上随意刷就可以找到 虽然该平台禁止彩色服务 但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玩家和玩家 以及该平台为踏板来实现非法交易 例如从事陪同工作的网民 李白白不是白人说 他经常被问及 是否在玩游戏的过程中提供特殊订单 除了网上玩 还有很多线下玩的选择 在一个名为攀攀租友的应用中 除了游戏玩伴功能外 租友服务是最受欢迎的 服务提供商的头像都是年轻女孩 每小时价格高达400或500元 虽然玩不违法 但打着玩的旗号进行非法交易 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但涉嫌违法犯罪 利用业余时间玩游戏 放松身心是可以理解的 但18岁以下的人从事游戏行业 长期沉浸在游戏之间 必然会影响学习身心健康 作为一种新的服务形式 游戏行业繁荣的前提是健康标准 黄色做灰色行业最终只会自杀 不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uch 辞工は 质量顺便能力 老众